果農苦哈哈 視察總慢半拍的總統蔡英文 笑開懷模樣 就曾哀鴻不知人間疾苦 眼看高雄市長韓國瑜 賣菜聲量居高不下 似乎也想跟著較勁 PO文自誇去年度農產品出口總額創新高 立委管閉林跟著嗆聲 說是打領韓市長小英很會賣菜 但這些輝煌戰機有貓膩 既然這麼會賣 百姓苦從何來 去年出南投地區柳丁盛產 加上外銷卡關 價跌滯銷 到了夏天 香蕉鳳梨相繼產成堆肥 果農撐不下去為了生活走上街頭 年底高地菜價崩盤 農民心血只能不求回本賤賣 政府高官卻用何不食肉迷的姿態 讚嘆農委會的外銷能力 細看去年農產品出口數據 就能看出端倪 小英口中創下20年新高的 54.7億美元出口額 前10名賺了4成 但這4成除了石斑魚與蝴蝶籃 其餘都不是直接出自於台灣本土 鮪魚接魚丘刀魚等遠洋漁業 乃至羽絨皮革常仰賴進口再質 但農委會這份統計數據 就連醃酒也算了進去 這也難怪出口貿易額增加的同時 進口總額來到158.1億美元 比起前年多花了6.2億 隨著自由市場機制波動 卻被蔡政府把出口增加的4.9億 掛嘴邊當正機 看老天吃飯的國菜農 沒有絲毫優勢 還顯些被政府用數字遊戲的假象出賣